比特币又下跌了 很不幸 比特币又继续进行一个下跌了 昨天我们说到了 在这个行情当中 反弹之后 到这个58,000美金左右水平 会继续进行一个 向下的一个情况 因为整体的一个行情 呈现了一波的一个 能量不是很足的一个情况 昨天我们在视频里面也是说到 对不对 那么 大家好 我是狼眼很高兴 大家能收听我的频道 我的频道是主要关于 比特币行情分析的 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 那么欢迎并阅我的频道 有点选择第一次酒茶 用顶一次为肉末非定律 你越害怕的事情 越会发生 观众狼眼 让你不再害怕 那么数据货币 作为一个比较高风险的投资行业 进入这行业 切不可抱一夜暴富的思想 否则就会坠入万丈深渊 好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一个 2021年4月20号 星期二 那么 现在比特币价格在一个54,755美金的一个位置 好 那目前现在的一个行情 适不适合进行一个抄底 还是进行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操作行情 那么昨天我们说到了 如果 它这个反弹到这附近的话 都是可以选择一个空单 昨天的话 最高的位置是 刚好反弹到一个57,600多 也是在太多58,000美金附近 也是在我们的一期之内 那么现在的话 回调到了一个54,700多美金的一个位置 能否进行进场了 现在 老眼看现在的一个行情的话 说说话 不太好拿捏得住 这一波的行情 你看昨天的一个行情 那个我们这个趋势线在上方 还是在这个下跌趋势线 还是在这个位置 保持原有的一个位置 还是不动了 对不对 目前的话 它大概率的行情会走一个 继续在这个下跌三角上面进行一个震荡 震荡 震荡进行修复 修复的过程 修复的一个过程 在这个位置 这些位置都是要进行修复的 进行修复对不对 这些位置都是要进行修复 那么大概率它会走这样的一个行情 慢慢的继续震荡 震荡震荡震荡 接近于 接近于我们那个趋势线 碰到之后 它要继续下一次的一个调整 上次的调整 说说现在的行情的话 它是走了这样的一个趋势 如果它继续的跌穿我们那个5万美金 跌穿到这样的一个位置 那么情况会非常危险 就是在我们的 它会继续向下跌更低的一个位置 可能会到达更低一个位置 目前的话它有待 击穿我们的一个趋势线 也就是这个5万5万3千多美金 刚才形成了一波的一个支撑 但是现在的话好像没有支撑住 说说现在的话还要继续进行回调 就试探我们5万美金的一个位置 去继续的试探我们现在的一个位置 试探这个5万美金 那么第一个位置 它就是试探这个5万3千5百美金左右水平 也就是刚刚达到了这一波 我正触发了一下 但是没有形成很大一个影响 那么现在整体的行情的话 还要趋于一个继续向下的一个情况 大概率会向下 如果击穿我们的一个5万3千5百美金的话 它会继续的进行一个回调到 去试探我们5万美金的一个关键位置 关键位置 那么击穿了这样的位置的话 我们的防守 我们的防守又调整到一个 4万6千美金的一个防守 所以说现在的话 我们要调整我们的思路了 开始了 对吧 因为现在它如果还不修复的话 如果它在这个位置继续震荡 震荡修复 没关系 还是这个趋势 还是没有被继续打破 那么现在的话 整体还是属于一个 比较弱势的一个情况 我们挡带这一波这个行情 如果它有效能够 击穿上方的一个位置的话 那么 上方这个头趋势线 也就是它一直震荡 震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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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到这样的一个趋势线边缘 在这位置进行一个试探 如果试探突破了这样的位置 它还有机会上行到我们的一个 一个趋势线的一个上方 如果没有的话 那么我们的机会就越来越少了 对不对 所以现在我们又寻找一些机会 去操作这样的一个行情 我们可以看到到 它4个小时级别的话 目前的话 它这个位置 它已经到达了一个底部 mcd 处于一个底部的一个情况 目前的话 如果它再继续下探一下 然后就反弹了 所以说它大概率会进行一波下跌之后 快速的进行反弹了 所以它就是这样 下跌之后 在这位置 也就是在这些位置 进行一波的一个反弹 在这位置 大概率会在这样的位置 震荡之后 下跌之后 快速进行一步反弹 反弹 到我们的一个位置 对不对 到达我们的趋势线 到达我们的趋势线 到达我们趋势线附近 就是在这个位置 它又下跌一波 然后快速进行反超 反正到我们的一个高位的一个位置 目前的话 冷眼的一个判断就是 它会形成一个底部 二次底的一个情况 二次探底的一个情况 然后继续进行反弹 它有可能会形成一个双底的模式 然后进行反弹 所说现在的话 行情的话 依旧是继续向下 向下看空到 5万美金附近 5万2千 5万2美金附近 反正保守一点 看到5万3千美金 主要水平 就可以止盈 止盈之后 如果它继续下跌 我们在下方进行一个 底部的一个 挂的一些底部的一个单子 看能否进行吃剩 如果吃剩的话 能够吃到这一步反弹 它能可能会到达 5万7千多美金的一个水平 5万7千多美金 要再次的试探 我们这样的一个高位 也就是我们的一个趋势线 趋势线 一个下跌的趋势线 能否继续 如果碰到这位置 继续回调的话 那么就非常危险了 对不对 碰到这位置 又继续回调了 那么很大概率 它就会形成一个时差的情况 就是这个日线级别的话 我们来看的话 它已经出现很大的一个影响 其实对于我们的两个行情 对不对 因为它一直在我们的一个 下方的一个趋势线 就是下方的一个不能带轨的一个情况 就是在下方的一个情况 一直在我们的一个位置 一直在我们的趋势线的一个下方进行运转 运行 一直在我们的趋势线下方进行一个运行 所以说现在的话 整体的行情是对我们没有进行修复的话 是对我们影响不太好 说实话 现在一直在我们的趋势线下方进行一个 整理的一个过程 所以说它还会继续进行在这些位置进行震荡 去试探我们这个趋势线 所以说我们要保持一定的一个冷静的一个态度 那突破这个趋势线的话 都是保持一个 比较冷静的客观的态度去进行一个判断 那目前的话 我们等待它出现一个变局 好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以太坊的一个情况 以太坊 那我们可以看到以太坊现在的一个情况 它出现了一个 下跌到一个最低的一个位置到达的位置 已经接触了一个 1900多美金的一个位置了 它接触到这样的一个位置 出现了一个很长的一个下影线 下影线 所以说它在试图的进行一个修复 修复 但是我们要看它能否突破我们的一个下跌的趋势线 进行一个突破 然后进行 进行一个新的一轮的一个上涨 目前的话 它的趋势是没有被打破的 回调就有一个加仓的一个机会 所以说这一波的话 它的以太坊的一个行情是没有走结束的 我们保持一定的一个持仓 耐心持有 如果它回调到一个1900多美金的位置 可以大胆的进行一个进场的一个情况 进场的一个情况 那目前的话还是处于一个上涨的一个趋势线上方 还在我们的趋势线上方 中间 说说 目前的话 它还在我们趋势线上方 但是比特币的话没有在我们趋势线里面 说说比特币未来的话 它回调之后 它还要继续修复的一个可能性 它就是 回调之后 深度回踩之后 快速进行反弹到我们的一个趋势线上方 也就是我们的一个高位 对不对 那目前的话 我们要保持一个 反正回调之后进场 保持一定的一个持仓量 不要踏空 目前的话还是可以继续存在 如果它会继续击穿我们的一个5万的防守的话 那么我们要保持一定的一个科技的一个态度 克制的一个态度 可能又离场一下观望一下 那目前的话 我们先说到这里 我们明天再见 明天再见 拜拜